OK我们来看一下2.1的练习 下列何者不属于 何者不属于碱 那你一般上你看到氢氧 氢氧化那 氢氧化 钙氧化 钾 这些应该都是碱氢氧化合物 碳氢氧化合物 它其实是一种有机化合物 OK它跟这个氢氧 跟这个 这个氢氧 因为它有碳氢氧 它不会解离的 它在水里面 它不会电离出氢氧出来 然后呢 这三者呢 是非常紧密的连接 OK 所以这个呢 就不是碱来的 下列何者不属 不是碱性物质 OK 氨水是碱性物质 肥皂水也是 石灰水也是 这都是根据课本的 醋呢 是属于酸性的 OK 醋是酸性的 那 减电离时 产生的负离子 全都是什么 根离子呢 我们叫氢氧根离子 对吧 两个字呢 你就是 只是填氢氧就可以了 OK 氢氧根离子 那酸啊 这个应该是 复习回之前的啦 看清楚 这个是酸 酸的话呢 是正离子 全是氢离子 啊 所以这个是 啊 复习回前面的 复习吧 石灰 石蕊 四季 分别是 酸性中性 减性的颜色是 红色 紫色 蓝色 对啊 红色紫色蓝色 而粉态的是 无色无色红色 所以这个好像也是复习而已吧 啊 因为之前其实已经 有讲过了 啊 只是说在这边呢 再重新再提一次 所以希望各位呢 啊 这个两个 黄文版我们只是记这两个酸前指示记 英文版好像会有 甲基层还是什么啊 有有多几个这样子的 那氢氧化钠呢 能够跟 二氧化硫 产生 盐和水 而这个盐呢 它是亚硫酸钠 啊 这个我有特别 提跟大家讲 叫讲它的名字 因为它是 SO3 它不是SO4 SO4是硫酸 那SO3是亚硫酸 它是亚硫酸拿来的 OK All right 下列合者反应呢 会形成盐和水 所以除了酸跟碱以外 还有酸和金属氧化物 还有碱和非金属氧化物 碱和金属氧化物 不会反应的 酸和非金属氧化物 也不会反应 因为两个都是酸 两个都是碱 大概是这样 我没有放一个金属氧化物加倍金属氧化物会不会反应 应该是不会 应该是不会 绿化酸 它跟氧化红反应呢 它会产生蓝色的蓄状成电 那个蓝色的蓄状成电 是COOH2 氧化酸来的 OK 蓝色的 那绿化铁 三架绿化铁 就会产生红褐色的成电 红棕色 红褐色 课本好像是写红褐 就红中色 应该是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小节要记起来的东西 大概是这样